汽车空气滤芯如果长时间不更换太脏了 对发动机加速会有言行吗 接下来我们就做个测试 测试完你们就知道了 这个就是空气滤芯 它的作用是当发动机工作的时候 有效的过滤在外面空气中的杂质灰尘这些 使清洁干净的空气通过洁性门被吸入到发动机内 正常情况下空气滤芯一般是一万公里左右更换一致 但是有的车主可能为了节省 就会长时间不换也不管 所以就会造成空气滤芯过张容易堵塞 导致发动机进气不良 那空气滤芯堵塞严重之后 对发动机到底有没有影响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空气滤芯浓为的弄脏 来模拟长期不更换造成的堵塞 看发动机到底有没有影响 在没有弄脏之前我们先启动车子 然后急加速 先来看一下现在正常的情况 等一下方便做测试对比 接着我们把空气滤芯拆出来 然后我们软微的把它弄脏 来模拟长时间不更换造成的堵塞 再把它安装回去 然后再一次启动车辆 看这是发动机极加速的情况 刚才测试可以看到空气滤芯弄张之后 发动机的提速比之前对比稍微要慢一点点 并且这个盖子在往里面移动 说明它的吸气比较困难 经济没有那么顺畅了 还有空气滤芯过张之后 除了这发动机的加速性能有影响外 同时还会增加油耗 并且上面的一些灰塵杂质 如果被吸入到发动机内 还会造成里面的领部件磨损 导致发动机损坏 所以我们平时在做机油保养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拆出来检查 具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清理或者更换 你们明白了吗